好了,我也不理太多了 現在應該沒有按錯鍵 就是玩具TV繼續直播 剛才跟一些相關的重要人物聊天 原來這個超人的專屬演員 其實真的是日本人 從日本飛過來 他們是受過專業的武術訓練 所以他們的動作全部都是很專業的 其實現在這套衣服是用來拍戲用的 即是拍電視劇、電影用的 打鬥都會穿這套衣服 原來穿這套衣服很長時間 不說了,是很困難、很辛苦 他也少了開心,其實演員很辛苦 這套衣服是很好的 整個過程穿著這套衣服 基本上是一件好像砌模型的 總之告訴大家 裡面的是 日本人 日本人 他們就非常辛苦 我把最後一點時間拍攝 我就不想他拍照 反而就是介紹一下這個超人 是來自日本的 說一次 原來真的很專業 學過功夫 自己懂得打 還有 那些燈 剛才我發現他擺動了一會 他會射燈 右手前臂下方 你看看看看 應該會射燈 應該會射燈 為什麼會射燈呢 我就不說了 其實有些秘密 當然這個是 差不多了 總之整件事 哇,很辛苦 千萬別再見了 那 因為這個 真的不是COSA 真的是專業演員 這套衣服 原來居密要幾十萬 不是Yen 不是Yen 好了 我們跟一跟他 哇 跟一跟他 哇 其實也很大 說真的整件事就是 總之一句說 不是COSA 專程是日本飛過來的 那麼 辛苦了 原來他扮演幾十分鐘 其實是很辛苦的 就是聽聞 聽聞 有些是打完一場表演之後 就是表演這樣打架 他們是會有客 因為呢 感覺的感受就是 如果當你去到 就是 穿了這件衣服去做事 就是包住膠袋 再貼身 再包棉胎 然後去跑步的感覺 所以這些也是經驗熬業 那麼 希望他們 就是一個 得到應該得的東西 Anyway 那麼 超人拍完了 那麼 這裡是突發這個報道 因為剛剛問到一些 業內人士一些 比較 內在一些 的 的 資料 但是我還知道 不過那些不方便說 比如穿多久 穿多久 啊 怎麼做 總之就是很專業 很辛苦 那我不說那麼多 廢話了 多謝大家收睇 好 到這裡 一拍 啊 聽聞是2018 還是2019 呢 這個 就是一個劇場版 會上的了 好 那麼Roger 有嗎 漫畫變特攝 嗯 對 特攝之後再電影 對了 剛剛那個都很厲害 那套東西 不是一些 不是一些 COSA 自己自製的那些 COSA的不是不好的 不過那套再專業一點 好 拜拜